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Niha Niha我们又来到LRT找美食系列 今天你要带我去吃什么 我今天就带Niha来到全KL 最多学生去学地马 光芝麻就 所以这边不只学生多 而且美食也多 我现在话不多说 就去找美食吧 Go 哇 好热哦 今天太阳很猛 不过我们从LRT下来 走来这个万全美食中心 才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据说这边的特色鸡爬饭呢 就在这个大门口这里 它据说是又便宜又大份 又非常好吃 然后提前还有很多 就是口味的选择 我们现在就去试试看 这次是点了奶油鸡 我是黑胡椒 就是看它奶油的颜色还蛮美 是浓稠的 我的黑胡椒是跟它还闻起来很香 我本来额外再点了这个 因为怕妮吃不饱 哦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他们 讲的要必点的 就是他觉得很好吃 那些学生 我黑胡椒不会喜欢 我觉得它没有口感 好 现在吃我的 奶油鸡 吃看起来不错 诶 真的可以耶 它有带辣椒粉 或有咖喱粉的味道 哦 有一点黑胡椒 哦 黑胡椒略咸 对 可能要配饭 它很香的 油饭味 就比较容易清淡一点 然后也不会咸 可能真的是要配它的酱料吃 这样搭配 比较特别 因为其实我觉得外面的鸡排饭 可能就是都是配白饭比较多 是不是我第一次吃到配油饭的一个鸡排饭 我是 而且我之前其实有吃过炒饭 哦 炒饭的 对 你们如果懂的话 哪里有那个鸡排饭是配炒饭 或者不是白饭之外 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鸡排饭 哇 我们上期了 我们的东西 先试试这个把板面 可能我是南马人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有点太细了 它的面条 骗粗了吧 还有一些更细的好不好 我真的是南马人 完全没有试过这样的 不过我试看它的味道是这样的 它就是跟我的吃过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那边的干脑是山巴 这个不是山巴 就是酱油跟海油的混合 对 它的口味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在吉隆坡可能版面分成很多类别 好像比如讲说你刚才讲的辣椒那种 它可能就是辣椒版面 没有 哈哈哈 你们就是统一 我们统一就是一种 有吃过擂椒吗 我不懂什么是正确吃法 我就像吃炸菜饭 这样把饭跟菜分开来吃 然后沾这个汤 擂椒 擂椒就是要把这个擂椒的汤 倒进去这个擂椒的饭 然后搂在一起搬着吃 这样子才会有灵魂 很甜耶 它是带甜的 它里面有甜菜脯 然后很多种不同的菜 对对对 我刚才很像咬到甜菜脯的感觉 然后它味道是很清香的那种 它整体的味道可以融合 所以它的层次感很够 然后这个是大浦蒜盘子 蒜盘子也是客家菜吧 特别是哈嘎醃 所以应该是 很重讲才会吃 不是它很像那个 萝卜糕的感觉 如果你吃萝卜糕 是软的口感 这个蒜盘子它就Q彈Q彈Q彈的口感 吃得很好 我觉得味道很够 哇这个很开胃 吃吃吃吃 吃完了 招牌黄金粽 我会点它是因为它放了招牌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必点的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是包什么的 吃蛮多的 蛮多料的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粽子的搭配 然后类似广东粽 它颜色比较浅 嗯 我确定它是广东粽 口味比较清淡 它没有那么浓的黑香油味 然后可是你吃到它 那个辣味 融合像在米饭里面 然后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你不一定是短午节才吃到粽子 你任何时候 你要吃都有 你要吃都有 它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日常的美食 哇 突然没有早餐午餐 好满足喔 现在这时间就是时候要喝下午茶 什么啊 你吃了早餐午餐 你还要喝下午茶 甜点是另外一个味妆的 你明白吗 女生就是这样 可以为了甜点 还可以再吃下去 不是女生而已 你也是这样 我没有 我没有 等一下我带你去一间 吃糖水 哇 一个下午茶 你点这么多东西 哎呀 要多喝这种不同的口味的嘛 你自己自己想喝吧 因为有点的东西 想喝 想喝 我说到辣了啦 首歌的地址 地址水浆那个蒟蒻 布丁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洁服的甜点 所以比较特别的 但是我们讲不讲话 很丰富耶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那个汤汁很浓稠的 它其实就是木薯 番薯 有梅豆的那个结合 它有椰香味 它味道好够啊 而且不是非常甜那种 可是又很好吃 那我们接受就讲了 哈密瓜西米露 哈密瓜西米露 就是要必点的 可是没有什么哈密瓜 相比就像它那个比较大 它就是牛奶西米露 没有什么哈密瓜味的 蛤 不过我比较期待 还是这个可以吃吗 嗯 嗯 很香 而且我觉得它很纯 就是它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热影是亮点 我刚才看到是很像大大片的 炸的很红色 这是去婚宴都最希望之后吃到的 对 它里面是成年饭 所以我觉得很满足耶 如果是吃这样的一个足够 给我啦 我觉得这样是很满足 这两根真的很满足 嗯 我还有这几样就给我来看看 OK 目前来讲 我现在下面讲的东西呢 都是以我个人的口味为准 它就是一个学生会吃的口味 它也不至于难吃 可是其实今天我带你去的那几档 都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回忆 因为他们至少经营了20年在这里 哇 很久耶 对 我会不会一下子得罪太多人 得罪20年的人 对啊 就是那些学生讲 其实我当年就是吃这些东西的 但是不要紧 不要紧 OK 因为还有宵夜 所以下一集呢 我就带你去吃王山麻竹 宵夜吧 美食 OK 现在我们下一集再见 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